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台北市萬華區的吳州街 鵝仔坡,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好,那過年就有開了啊 所以我找到了第一家 來,老闆娘早 那請問,今年有那個鵝仔飯嗎? 有,都有 都有喔 等一下,老師父的兒子還會過來 老師父的兒子 這樣齁 Special 你可以看到這鵝仔齁 非常非常的大 要特製的啦 老闆娘太忙了 這樣吃下去怎麼得了都腫起來 不是,那個都撞起來了 也不對齁 這個都充滿了活力 哈哈 好,那我要那個鵝仔飯 還有那個乾柯小份的 好,裡面做 謝謝 你是打蝦嗎? 對,打蝦 喔,打蝦 你要敲嗎? 麵要敲敲的嗎? 敲敲的 對 那過年Special的話是幾點到幾點 呃... 蚵仔賣完就休息了 看量多少 那就完全是看運氣就對了 不是看運氣 看我們今天叫的量 喔,這樣齁 蚵仔賣完就沒了 因為觀眾想知道說他等一下來還有沒有 有啦 過年期間量一定有叫一百多斤 喔 要讓大家吃到整個壯起來這樣 頭好壯壯 對 這個是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好的擋住 欸,對對對 這樣真的 太好了 蚵仔湯嗎? 不是,是那個乾的蚵仔飯跟乾蚵 蚵仔飯,乾蚵 對 乾蚵要小的大的 小的 好 好 那就加上這個 各種的佐料 好,那 這個蚵仔飯的話 就是在後面做 應該是有 酸菜 然後還有特製的佐料 然後加上大量的蚵仔 好 好,當然有的朋友喜歡 有的朋友不喜歡 這一定的 好 好 好 OK 好 好 好 那原本是這樣 當然不是只有這樣 我還會再加量 滿滿的蚵仔 通通都給它加下去 這樣就變成了 Special 今天整個影片都是來個 Special的感覺 好 那這個蚵仔飯就好了 那但是要記得 我這個乾蚵是加一份在上面 所以才看起來 是那麼的澎湃 好 看到這個蚵仔 那麼的大顆 新鮮甘甜美味 那加上這個 特殊的佐料跟醬油膏 還有酸菜 更加的好吃 當然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上次有講過 然後還有這個 盤子拿過來 盤子拿過來 兩盤子拿過去 上面這個應該是炸鍋的蒜碎 增添它的風味 這個時候就要喊這個 著名的名詞 萬能的海參 是給我神秘的力量 好 等一下就可以去找這個 巷子里的小故事 剛剛有這個 漂亮的姊姊跑出來 大過年的太普了 這個蚵仔真的非常的新鮮,還美味 就是一種古早味 好吃啊 但是我還是要老實講,飯稍微黏了一點 但是蚵仔非常的新鮮,非常的新鮮 讚啦 好吃,美味 好,這邊應該是那個紅蔥頭炸過的那種 再來是酸菜,吃起來就很開胃,還有點高麗菜 好,最重要就是這個,蚵仔 吃起來很新鮮,美味 嗯,好吃 頭好莊莊 讚喔 一早就可以吃得很開心,很high 好吃 那分數我覺得是滿分的 好,看一下這蚵仔,超級新鮮的 吃下去就是頭好壯壯 好,屏東東港的蚵 剛老闆娘有講 好,這個菜單可以看一下 好吃,新鮮,美味 那老闆娘就是過年期間限定的隱藏人物 好,謝謝 好,謝謝 好,OK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好,剛好這條就是那個神秘的小巷子 上次這個在這邊拍的時候 有遇到一點小狀況 就跟各位說一下 好,那緊接著就來到萬華頂級甜不辣 好,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好,也是名店 好,個人覺得這邊的甜不辣很美味 不過營業時間不太準 現在過年期間就是 目前看到很早就有了 好,我一個大的這邊吃 好,過年的時候好像比較早有 對 過年期間八點 八點啊 對 到幾點 十一點 晚上十一點 到晚上十一點 這樣不會過勞嗎 不是 我們有分 有分班 有分班 辛苦了 過年就有的幸福的滋味 早上就有了 好,沒辦法 反正我要做人少的地方 就一次來四個人 沒辦法了 好,那這個就是萬華很有名的甜不辣 個人覺得它的沾醬很好吃 然後猜測它的沾醬應該也是有味噌 嗯 好,加點辣椒 鹹香鹹香的啊 好,那我今天剛好做這個滋味 比較不適合這樣子拍 誒,不然有人讓開了 嗯 它沾醬很特別 沾醬就是有那個味噌的香氣 甜香甜香 嗯,好吃 好,那就這樣 這樣我比較方便吃 嗯 好,最喜歡的部分是白蘿蔔 嗯 嗯 它燜足得很入味 那這樣這個沾醬 就很有味道 嗯,好吃 很燙的 好,好像就吃得很澎湃了 這樣就吃超過兩百 哈哈 好,看個人啦 也有人喜歡吃亞東甜不辣 像我是 比較喜歡吃這家底級甜不辣 客人也蠻多的 嗯 比較難照到是這個啦 這樣隔著手機是這個 比較不方便 超幾種,然後這一碗是六十五塊 好,再來這樣對著拍就比較方便了 那剩小塊小塊的 喔,蘿蔔剛講過了 很好吃 喔,燉煮得很入味 好,其實各家組都差不多啦 都是柴魚湯底 差就是差在這個沾醬 個人覺得它的沾醬還蠻好吃的 很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燕嫂也很喜歡吃 然後這個水晶餃也很特別 但是我個人就是不喜歡吃水晶餃 所以這個我不吃了 好,那我還要再包三碗大的一碗湯 一包湯啦 那我這個水晶餃裝在第一個好不好 這是第一碗 好,謝謝 好,謝謝 因為個人不喜歡吃水晶餃 好,那M嫂全是水晶餃 這個就留給他 好,那店家就非常的親切 感謝喔 老闆,新年快樂 老闆大概沒聽到 好,那這個就一直滾 一直滾一直滾 這裡面應該是有大骨跟柴魚片在裡面 應該啦 喔,點頭了 代表我說對了 那沾醬應該是有味噌在裡面 這個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好,ok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那很久沒有來個SPECIAL了 那很久沒有來個SPECIAL了 就帶各位朋友看看 台北市的街頭 好,這個就是我昨天經過過的無星街 現在變得 冷冷清清,沒有什麼人 這樣昨天下一場大雨 有啊,坐好囉 我的方向就在前方 追逐我的理想 新的方向 謝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感謝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對我的陪伴 鼓勵支持都讓我非常感動 批評跟指教也銘記心中 謝謝啦 因為大年初一的 很多店家都沒有開門 所以今天這個歷史之旅 是更加的困難 憑硬切 今天就沒有去先尋找店家 最後看路上有開的就吃了 但是有大概想到一家 大概想到一家是萬華的 他通常過年的時候都有拍 他通常過年的時候都有拍 昨天這個雨下的很大 哇 哇 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 心理方向 每開每開都沒有開啊 是不是啊 好好休息啊 這個上次我有拍過的,加心魚丸 小辣椒 一分半 小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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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URA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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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啊又開始下雨的哪會安捏啊 哎呦也不 syn操 好多輪 又是下雨,又是太陽,真的很矛盾耶 有的後面都有菱花,很漂亮 哎唷,我剛剛只有一閃門回了 嚇唷,嚇唷一跳 好,再來我們要到萬華啦 台北是不是很美啊,朋友啊 現在這個就是紅燈照相啊,千萬要小心啊 好,不然就兩三千塊就飛了喔,不要闖紅燈喔 坐好囉,朋友啊 嗚呼 紅燈怎麼那麼多啦喔 好大隻的鳥 好大隻的鳥 然後還要等一分鐘啊 對面那個南海漁村好像還蠻有名的 好,小紅燈我就不換暫停了 出太陽 啊,是怎樣啊 大哥,危險啊 喔,耶 耶 萬華有開啊 猛甲夜市 我們先來看看我們心目中期待那家有沒有開啊 希望有開 哦,不,這次他好像沒有開咧 糗啦 哈哈 好,華西街弦奏,他這次沒有開啊 好呗 那就只好看別的地方了 好 後收15塊 好,應該是從昨天晚上賣到現在都沒休息耶 我猜啦 辛苦了 噢 紅蘆魚湯 好,好,謝謝 好,謝謝 等一下喔,因為那個比較吃不飽喔 鵝啊縮 啊哈,這個不錯喔 嗯 好,那就先決定是這個了 好,那再來就從這邊拍回去 哇賽,今天生意不錯 然後,天氣也不錯 好像很多店很早就開了 等一下就有了嗎?還是 大概幾點有 好,謝謝,辛苦了 好,要幫各位問到一間了 總之在夜市的話,都是吃東西會比較方便 對 如果說不想吃雞野家 不想吃山商巧服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夜市的話,大部分都有開啦 我的老天鵝 好,那這邊就是我剛吃的 霧州街,鵝阿伯 好,再來就要回家啦 馬,回家 馬上回家 馬上回家 我需要你 好,從這個背景後面這邊 稍微可以看到101辦公大樓 從這個背景後面這邊 還可以看到101辦公大樓 这两家 我之前都曾經有拍過啦 因為過年期間 要找不重複的比較困難一點 就不好意思啦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鳥店 真的鳥啊 有沒有看到啊?朋友啊 應該有看到一下吧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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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